我是沒有吃月餅的習慣 我覺得吃月餅很多時候會吃淨 還有其實都肥的 可能一個正常的雙簧年用月餅 會有九百至一千個起碼的熱量卡路里 那其實為什麼做這個月曲奇出來呢 當然它會健康很多 可能的熱量是少一半 我試過最高紀錄一次過可能吃到四至五塊 不過當然是可能因為我在研發當中 但是我覺得這個月曲奇得意在 你吃的時候可能它比較像風味曲奇的 一個比較鬆脆的外殼 但是裡面你越吃越發現到 是有月餅的回憶在那裡 就是蓮蓉和蛋黃都在裡面 最難一定是可以做到那個蓮蓉和蛋黃的比例 而怎樣可以把它被藏在一個 那麼鬆脆的曲奇的外殼裡面 在研發當中最難反而是那個火候 是那個Oven的焗爐的上火下火 我想這個永遠都是最巧妙的 月曲奇依然有蓮蓉味 依然有鹹蛋味 會可以在京東的風味旗艦店賣到 或者在香港的風味店店 那個曲奇的罐其實是 當時我真的看著天 不知道在想什麼 然後我的朋友問我 那你想的風味是怎樣 我就拿了手機拍我當時的外製樣子出來 然後就變了它 傳統的月餅是配茶 因為為什麼 因為很油 所以那個茶是去解油的 月曲奇我覺得是 是配暖的鮮奶 就是小朋友很喜歡 浸那個餅在奶裡吃 我就一樣 有點難以為 來騮訪